我买了个收机准系统 今天给大家看看 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 大家好,我是安峰 这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准备自用的一款收机 生腾的CG2 这种收机一般都是企业淘汰下来的产品 这种东西之前一般都是做一些公共系统 或者云终端之类的用途 我买这个是准系统 就是无内存,无硬盘 也没有电源视频器 因为我自己老笔记本上面 有内存和硬盘 我也有12V电源 买这个最主要的目的 也就是不想浪费自己的电子垃圾 所以我就直接买了一个裸机准系统 花了不到110多块钱 其实这个是去年11月份就买的设备 不过由于之前别的内容 就耽误了这个分享 也一直没这么玩这个产品 所以就一直没有做这期视频 最近看了一下这个产品 好像涨价了 我现在家里有一个服务器 用的是我之前J3455的那个板子 这期准备分享完之后 把这个CG2 说为我家中主力旁路游或者服务器来使用 先说一个结论 目前对我来讲 这个设备的配置应该是够用的了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产品 外观呢非常小巧 这个也是是我买它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个小东西 后面竟然提供了五个USB2.0的接口 虽然对我来说有点多 我目前只打算用一个USB2.0的接口 点击打印机 把家里的打印机服务器搞一下 这个玩法我之前分享过 有兴趣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 然后这个设备提供了一个DP接口 一个DVI接口 一个牵扰网口 电源口 这个电源口呢 需要的是一个12V3A的电源式配器 然后前面有个USB3.0的接口 话筒和耳机接口 最后还有个电源键 耳机接口和USB3.0接口 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有用的 这个我很喜欢 耳机接口呢 可以用来接音箱 玩AirPlay 把闲子的音箱利用起来 USB3.0可以接硬盘 或者USB网卡做扩展 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 不过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有个小坑 有些朋友可能用的时候会发现 这个前面的USB接口 不是USB3.0的速度 怀疑是不是假的 这个我可以告诉你 不是假的 其实需要在BIOS选用当中 开启一下的 需要把EHCI关掉 然后开启XHCI 这样才能正常的使用USB3.0 这个一定要注意 然后下面咱们继续拆机 看一下内部 拆机的时候 需要先把后面的这个螺丝拧掉 拧掉之后 盖子向下推 这样第一层盖子 就可以拿下来了 然后把这个地方螺丝拧掉 把盖子向右推 这样第二层的盖子就拿下来了 机器搭载是一个1800的CPU 双核 主频2.11GHz 这一整片就是散热器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被灯散热效果应该是不错的 这个板子可以插一个MZETA的SSD硬盘 因为毕竟是G1800这种U SSD硬盘也不用搞太好 我就用了之前买的矿渣带的SSD给它换上了 然后要把主板拿出来 需要先把这四个角的螺丝拧下来 然后找一个薄片之类的东西 在这个位置插入进去 稍微用点力度 用另一只手就能掰开这个板子 背面呢就可以看到内存插槽 和一个MPCIE的接口 这个内存是支持DDR3L的内存 我直接把老笔记本上的内存用散了 MPCIE的插槽呢 可以让你DIY出来一个千兆网口 不过后面本面需要你自己DIY开一个口 需要一定的动作能力 我这个主要是用来当做家中的旁路由来使用 一个网口其实是够用的 大家注意哈旁路由其实一个网口就够了 没必要多网口 软路由的多网口应用场景 一般还在家中有多条不同上网带宽的情况下使用 而且我建议软路由不要作为交往机使用 因为性能会比硬件的交往机差一些的 效果的话就有点像 解码器硬解在差不多配置的情况下 要比软解效率要高一些 这个呢可能是很多人对软路由的一个误区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这款产品开机的时候我觉得有个小亮点 就是这款产品有开机字眼的提示音 这个需要强调一下 目前很多电脑已经不带这种开机字眼的报纸声了 其实如果有这个的话 电脑硬件出现问题 这个报警提示对于自己判断电脑问题还是很有帮助的 不知道现在为什么厂商都不带了 这个简配有点不理解 现在还有很多电脑维修的地方 还会用这种报纸器来简单快速的出户判断电脑问题 就是这种小东西 因为这个是我准备自用的设备 别的跑分之类的我就不跟大家分享了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两个比较重要的 实用场景的实际效果 比如它作为旁路由的NAT转发能力 然后像搭建JRT这种虚拟网络的话 它的加密解密能力 这两个应该是非常实用的指标了 懂得一定懂 我以我日常设置来给大家测试一下 首先我没有千兆带宽的网络环境 不过为了测试性能 我在局域网内搭建了一个千兆测试的环境 咱们看一下图不图 我在局域网内创建了一个测试服务器 用于测试网纳带宽 然后用一个二级路由模拟上网环境 最后把C92这个设备 放到二级路由下面作为旁路由使用 C92系统用Deband 然后设置防火箱规则 进行那转发 在二级路由下面连接一台电脑 所有设备都是用有线连接 并都是千兆网口 这样千兆网络的测试环境就模拟出来了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为什么我没有用Openwrt系统 而是用Deband系统作为旁路由 这个主要是因为我加密能力测试那里的话 我基本不用Openwrt的插件来实现 个人习惯的问题 不过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如果你的测试效果没有我效果好的话 那么就需要你自己的调试和优化了 有些东西没办法分享 而且我也不分享这些内容 这是我一贯的原则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大家懂得哈 下面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测试了 首先我们看一下 电脑不通过旁路由直接访问测试服务器的效果 完全是达到了千兆网络极限 这时候C92是没有起作用的 因为不经过它 然后再测试一下电脑通过旁路由访问测试服务器的效果 注意旁边的各项参数 这些是目前旁路由的信息 尤其是流量 如果有流量 那么就说明电脑访问测试服务器是通过旁路由进行的 这个测试就有意义了 我们点击开始测试 测试的结果是没有完全到达宽带的极限的 但这个效果已经非常不错了 咱们第三个测试的内容就是 原来的结构不变 不过旁路由与车试服务器搭建一个虚拟隧道 用AES128加密 这样就能测试这个设备在实际情况下加密解密能力了 电脑通过旁路由加密访问的话 那么流量形式是这样的 电脑和旁路由是无加密的传输 然后在旁路由加密或者解密并转发 二级路由只转发加密数据 不进行加密或者解密 最后到测试服务器进行解密或者加密 这样就非常类似JRT的隧道效果 咱们看一下这个加密转发能力怎么样 因为Z11800没有AES的硬件支持 所以加解密能力会弱很多 情况也这样 CPU完全满赞 最终能看到达到200兆带宽网络的样子 不过对于我这种百兆带宽的网络来讲 绰绰有余了 而且其实这种也能满足大部分的需求了 作为对比 我给大家测试一下N1的实际效果 这里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N1在加密的NAT转发能力上 要比C92这个设备要强 但是不加密的NAT转发能力上 是拼不过C92这款设备的 不过说实话 如果N1再配一个USB320和耳机接口的话 我就更喜欢N1了 这个有点可惜 当然这里强调一点 这个数据会给你的网线 网卡 网卡驱动 系统等原因而变得不同 我发现了个现象让我很郁闷 在这个测试环境当中 我的测试电脑是常用电脑 然后这台电脑是三系统电脑 MacOS Ubuntu Windows 三系统 我用这三个系统做同样的测试 通过旁路由进行车速 来测试旁路由无加密的NAT转发效果 得到的这样的结果 可以看到 Windows的感染下 上传速度有个很大的问题 非常慢 然后MacOS Ubuntu都没有这个情况 而且我Windows的网卡驱动是最新版的 这个是不是有点方 我暂时没有找到原因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在实际传输过程中 上传确实是这样的情况 然后 我又在C92这款设备上搭建了一个测试服务器 用Windows系统的电脑 直接连接测试 上传又正常了 具体原因我就有点搞不清楚了 有大神知道的话可以说一下 从测试效果来看 这款设备目前的能力 做过软路由还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准备把我之前的Z35的机器替换下来 然后把C92当作家中主力的软路由来使用 软路由呢 就直接刷成Openwrt的使用 刷法这期就不愧了 之后会做一期X86刷Openwrt的几种刷法的分享 然后关于Openwrt的相关玩法 可以看我分享的Openwrt系列的视频 这个视频还会有更新的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为什么买这款C92收机呢 说实话这种收机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而且外形我觉得很小巧 USB3.0接口 耳机接口 G180性能过得去 我手里也有闲置的内存和SSD硬盘 也不用浪费 基本上这就是我全部理由 不过C92缺点还是有的 毕竟是淘汰下来的二手货 成色嘛也就那么回事 好在我准备给它藏起来 然后USB3.0接口在前面 这个我有点不太喜欢 放在后面我觉得会更好 我如果想扩展USB网卡的时候 也不会太难看 然后就是MP3.0 改个网口有点麻烦 还得开个潮 手传档的话就不太好搞了 现在这种收机其实很多 选购的时候呢 根据自己的需求买就好了 有一个原则就是 合理利用一下自己现有的电子垃圾 别浪费就好 几年前的这种产品 现在用来办公的话费点劲 不过做卵肉油之类的 还是能发挥作用的 有想法的 真的可以考虑考虑 当然 我目前是不卖设备汤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视频有帮助 还请多多的点赞和关注 你的支持 是我更新视频最大的动力 感谢支持 我是海峰 我们下期见 拜拜